天哥 天哥 咱们这样 你都不怕林姐发现呀 怕什么 有你在公司李英万和给我到眼线 咱把公司搬空了 他也发现不了 你真坏 鸡觉得非常好 这是把老公吃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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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助理 你在干什么 那个林姐你别误会 我跟天哥聊项目呢 你们这样子在床上聊项目是吗 孙天明 你就背着我干这种卧着事是吗 我不就睡那女人吗 我只不过是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怎么了 孙天明 我辛苦经营的公司 不顾股东的反对让你进去当经理 为了照顾你可怜的自尊心 我车子房子全部写你的名字 家里的事也从来不用你操心 全部都是我一手搭理的 我这么爱你 你就这么会怕 你对得及我好儿子吗 我一次口口声声说爱我 公司内心没人意赶着脏回来后全都揽在我身上 我还要再被我被人戳几两 说我是个成乱犯的 你开个公司有点少钱 你为我缺你吗 你救我的时候口口声声说不在乎这些只爱我 你和我在一起只是为了我的钱 你别放屁了 你没钱才是卖啊 好 既然这样 我也不用在乎昔日的情谊 我的公司 我能扶你上位 我就能拉你下单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离婚 房子和公司归我 你给我净身出户 我这些年跟狗一样被你吃坏了吃坏去 还好意思是我净身出户 想问你再想 林溪姐 忘了告诉你了 公司呢 已经被我和天明哥里外印和给架空了 今后呀 核心伪装的总裁 就是我们家天明哥了 黄新月 我提拔你做我的助理 你就这样背个好手 好 我 我现在就去找律师 你们等着受律师汗了 我真是给你脸了 还找律师 今天你就能把守护找来 那也没用 我一样弄你 说 病人的大脑皮层严重受损 变成了植物人 恐怕 再也醒不过来了 老婆 你一定是工作太辛苦了 才会说得这么严重 都怪我没照顾好你 陆总 你一定要振作一点 公司以后可就要靠您撑着了 医生 我想把我老婆带回家亲自照顾 我一定要收到她醒过来为止 嗯 一定要好好照顾病人 陆总可真是一个痴强的好丈夫呀 张嫂 太太已经这样了 以后这个家里由我受了算 你知道该怎么做办 知道知道 我一定伺候太太 真不知道啊 太太她都这样了 她醒不过来了 让她等死就可以了 明白吗 这不是 这 这 害人了 我的意思是 你每天给她打上营养液 保证她活着 就可以了 这话听懂了吗 妈妈 妈妈怎么还不想 妈妈她 她变成植物人了 我怎么了 怎么什么也看不见 动也动不了 这是小莫的声音吗 她怎么哭了 妈妈 那小莫时候醒了 娘娘说你变成了植物人 要不要我给你浇水 你就能醒了 小莫 让妈妈好好休息吧 我们要去幼儿园了 小莫 小莫 我必须住了 哎 怎么没哭啊 小莫 妈妈现在是植物人 植物人哪会哭啊 走吧 那样带你去幼儿园 小莫 小莫 哎呀 天可了 这也就好了 没人再打扰咱们了 那 家里不是还躺了一个吗 他跟个死人有什么分别啊 怎么就在这做 躲自己啊 讨厌啊 你们这对狗男女 谁让你们醒过来 谁让你们醒过来 承受过的错 你们也要承受 老女人啊 以前一天到晚的让我端茶倒水的伺候 像个庸人一样 现在好吧 成植物人了 这辈子都醒不过来了呀 这一巴掌 打你以前使唤过 这一巴掌 打你跟我抢男人 哎呀 手都打算了 哎呀 他一个植物人 你哪打干嘛呀 这不是没见过植物人吗 就想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反应啊 贱人 这些啊 都是你活该啊 忘记我妈妈 你走开 丧死 妈妈好好教训你走开 你妈妈 这辈子都是个植物人了 醒不过来的 以后呀 我就是你妈妈 黄新月 等我醒来 我要你亲到晚了 小猫 你快走 我才不要你做 妈妈 坏阿姨我讨厌你 谁稀罕做你的后妈呢 等我跟你爸结了婚 你就跟你这个植物人的妈 一起给我滚出去 你走开 哎呀 你能不能管管你儿子 哎呀 他一个孩子 你打他干嘛呀 小莫 听话啊 阿姨在给妈妈治疗呢 别捣乱 回房间去 听话 对 阿姨在给你妈妈治病呢 你看 你看 骗人 爸爸是个大骗子 张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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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见着啊 小莫怎么没上幼儿园啊 小莫说他要在家里陪着妈妈 在幼儿园又哭又闹 老师没办法 就让我带回来了 回了家就让他好好在房间待着 让他乱跑什么呀 妈妈妈妈 喂 是马叔叔吗 爸爸要找妈妈 你想干嘛呀 这臭小子 我是你姐 你想干嘛 快爸爸 我讨厌你 张嫂 我在楼下安排了一辆车 你现在赶紧送小莫下去 送他去爷爷奶奶那 什么爷爷奶奶家 陆天明明明是个孤儿 小莫哪来的爷爷奶奶 陆天明他想干什么 小莫他爷爷奶奶在哪 你们怎么都干嘛呀 还小莫想干了 让你去你就去 现在 小莫咱咋 我不想去爷爷奶奶家 我要妈妈 赶紧滚 这个陆先生 看来不是什么好人啊 我还是赶紧换份工作吧 小莫 我的儿子 人家帮你偷了公司的公招 拿了公司的财政大权 还帮你看出了好几个 不听话的员工 我功劳这么大 你怎么奖励我呀 讨厌天明哥 人家跟你说正经呢 宝贝 你放心 等过几年那个老女人死了 我就把你光明正大的取进门 再给你补办一个特别隆重的婚礼 过几年 过几年我都多老了 我可懂 宝贝 那个老女人身体本来就不好 活不了多久 再说了 我们才是真爱啊 就算你以后老了丑了 我也不会嫌弃你啊 天明哥你真好 随便说说你还真信啊 果然是个成果 不过现在公司都是我的啊 留着那个老女人也没什么用 万一哪天真醒了 可真是个大碗 得想个办法 趁早把她给解决了 是你要的东西吗 是是是 那二十万我已经付过了 有的这个药 不出三天 保证归系 李希 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见 咱们夫妻一场 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让你死也做个明白鬼 都天明你这个畜生 躲藏我的遗迹还不够 你还要杀我 当初你要跟我结婚 不就是以为我救了你的命吗 其实并不是 我当时看你婚死在路边 本来想看看身上 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可以顺走来着 没想到吧 是吗 救我的人不是你 你这个混蛋 居然心里能骗我那么久 为何绚烂 叫人扑空 为何爱我 正与我牢笼 为何等待 都出了无论 李希 三天之后你就死了 我告诉你 你死了也别过来找我 赶紧脱胎去 你这个人家畜生 我就能送回 也不会放过你的 喂宝贝 赶紧收拾东西 我带你出差 顺便玩几点 不行 我不能死 我不甘心 我还有想问 我一定要让这个猪烧 百倍千倍的花卉 妈妈快来救我啊 小猫好怕啊 今天是第三天了吧 找个人赶紧给我处理了 弄干净点 千万别让人发现了 优天灵 已经会让你付出代价 师父 带我去临风山庄 哟 大姐 你这是搞笑呢 临风山庄 是全城最顶级的别墅 那可不是什么人 随便能去的地方 就你这是打扮 还能住得起临风山庄 师父 师父 喂 是我 从今天起 我要重返星座 派直升机来接我 大小姐 你终于愿意回来了 太好了 给我立刻损定大小姐的位置 准备直升机出发 是 我去 这么大阵仗 十几架直升飞机 发生什么事了 我刚刚看新闻 说是咱们龙国的霸主 林氏家族的唯一继承人 林氏千金 今天回归呢 我要是能泡到这个林氏千金就好了 拿到手的钱几辈子都划不完吧 小姐没事吧 我问他这些呢 老爷一切都好 就是想你想的姐 现在就等着您回家 我闻大小姐回家 你 我李 是你爷爷回来了 是我爷爷对不起啊 不笑你回来了 爷爷都说我不好 当年你一步行义气用事伤害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坐坐坐坐坐 想当初你为了抗昏 一定要离家出走 证明自己 后来我听说你 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还做了很多慈善事业 已经为你高兴 为你骄傲啊 只不过 没想到后来发生那么多事 当年我去参加慈善晚会 遇见了火灾 我以为是露天明救了我 一心想要嫁给他报恩 为了一个人渣 我和家里断绝关系 是我辜负了您对我的期待 我过去过去 爷爷不怪你 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吗 当务之急是找到我的儿子小莫 他失去联系好多天了 我很担心他 这是好办 我派出把陆天明一抓一赏 还是先不要打草惊蛇了 陆天明这个人渣 他狡猾得很 我害怕他会对小莫不利 这按理的办 你还记不记得 有个叫师徒成谦的 就是那个 我已经没有心思去管其他任何事了 除了小莫之外 我还要拿回我的公司 何希集团是我一手创办起来的心血 我不可能将他白白拱手让人的 好好好 那就听你的 小莫的事又交给我 其他事你放手就去干 凌峰 就用你全力自费 老黑爷 大小姐 刚刚收到消息 何希美妆正在申报上市 啊 陆天明这个人渣 还真是狼子野心 通知下去 就说凌峰财团 看中了何希集团的实力 要投入大量资金 入股何希 陆天明 是时候会会你这个混蛋 不知道你见到我 会是什么表情 哦 陈倩 陈倩啊 小心能够恢复健康 回归家族 全靠你暗中相助啊 司徒先生 您已经调查清楚了 陆天明要把注射器 那个废物当初去了 他却不知珍惜 现在反而还要害他 毒死他 哦 他不是要注射器吗 我这个 是 能看到他安全就好 各位 今天这么着急 把大家叫我来开这个股东大会 是因为龙国霸主 林氏家族欺向的凌峰财团 要打算注资咱们公司 今天 凌峰财团的相关代表 就要过来 洽谈相关的合作事 是吧 这林氏家可是龙国的顶级书夫呀 居然要注资 何系美妆 哎呀 看来我还是想去了自己的实力呀 我刚接手何系美妆 就来了这么天哪的好事 哎呀 天明哥 这林氏姐刚变成植物人 凌峰财团一下就给咱们公司注资了 他呀 一定是看中了您的实力呀 哎呦 就你昨天 对了 林总的身体怎么样 什么时候能恢复 他已经变成植物车了 有那么容易就显得吗 哎 别整个有的没的 这次我们能得到林峰的投资 全靠陆总移民神 我相信咱们公司啊 在陆总的带领下 一定会一飞充天 再创新高 哎 林峰财团财团财团 林总好 林总 林总 你 林总 前几天还一个老女人黄脸婆的叫着 怎么今天这么客气 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是你啊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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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人识会啊 你想干什么 哎 这一把打你忘恩负义 哎 这一把打你不知廉耻 这一把打你愚昧无惧 天哥 天哥救我 你够了 我告诉你 今天是股东大会 你别过来给我找乱 怎么 这里是我一手创建的 他的股东大会 我不能来 林夕 你躺在床上装尸体的时候 是我威胁着何夕的运转 现在我又给何夕拉来了林峰的投资 现在的何夕 实际的掌权人是我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笑话 你凭什么说林峰的投资是你拉来的 不是我 还能是你这个刚醒过来的植物人吗 我告诉你 现在你就带着不知道从哪找来的混混混住公司 一会儿林峰的代表就要过来了 你少带来给我捣乱 你们刚刚没有听到吗 我就是林峰的代表人 林夕 你人醒了怎么脑子还是坏的 都妄想证了 一个无权无视白手起家的 能跟林峰有什么关系啊 不会以为都是姓林的 就能乱人情心糊弄我吧 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两难以后话 能够脸不红心不跳的到处招摇撞撇 甚至还顶替了人家救命恩人的身份 都听见了 那又怎么样 当初可是你死皮烂脸要跟我结婚的 我要不是看开个公司有点小钱 我搭理你干嘛呀 还说什么报恩 我看就是图画长得帅吧 直说嘛 干嘛不好意思呀 还扯了什么报恩了 你还真是以当小白脸和吃晚饭为荣了 感动我们大小姐 是不是 林夕 你从哪找到演员啊 敢对你老公动手动脚的 老公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就是来离婚的 赶紧把这份离婚鞋一切了吧 你净身出户 财产全部归我 双方名下的房产车辆存款都归女方所有 天明哥 这老女人是要把你的财产都拿走啊 你疯了 有什么财产都给你啊 就凭这些全部都是我的婚前财产 你不要以为婚后加了你的名字就和你有关系了 你既然一分都没出 这些房子就和你没有一分的关系 那你就别想跟我离 不离 不离不行啊 天明哥 你要是不跟他离婚的话 那我怎么办 你再滚一边去 灵溪 咱们把离婚的手下放吧 我跟你说了 凌峰集团的代表马上就要到 我也跟你说过了 我就是凌峰的代表 你骗人 你骗人 这些都是伪造的 都是伪造的 好啊 文件肯定是伪造的 那么人呢 人也是我伪造的 这可是凌峰集团三大经理 号称三大元老 我之前有些人出席 全球商业崩潰时 看到他们可是和重主 造在一起的那种角色呀 什么三大经理啊 我怎么没听说过 假的 都是假的 大家都知道的大人物 就你没见过市民 说是假的 你不会以为在黄新月的光处之下 你就可以掌控工资 把握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了 真是可笑至极 你 李姐 李姐我错了 你这些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是被逼的呀 你少给我在这姐姐妹妹的 曾经我是真的把你当妹妹 把你放到我的身边 想让你去学一些东西 可是你现在你连给我当狗都不配 李姐 你少在这里给我装可怜 当时打我的时候 你不是挺开心的 我没有啊 李姐我没有啊 看来你们两个还真是不见黄和新不死 好 那就让大家都看看你们两个做的丑事 哎呀 这陆总阳女人就算了 怎么还把冠美的女人带到家里来了 不是这不是弄黄新月吗 太不护道了吧 黄新月就是林总的助理 居然陪着林总跟他老公在一起 不准走 不是我 那上面的人不是我 陆天明 你想不到吧 连我都忘记了 我们的卧室里 还留着当初为了照顾小木庄的摄像头 用这份证据去法院打离婚官司 我是伟名的 灵溪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咱们离婚以后 你跟何新美妆就没有任何瓜葛了 现在你是总裁夫人 等咱们离了婚 你只能是何新美妆的顾客了 我说了 我今天是林峰集团的代表人 我要出资十亿 收告你们集团 占股百分之八十 我要替选总裁的位置 这个臭娘们是怎么盼上林峰财团的 还搞过来十亿 不行 我既要这十亿 还要做完何新美妆总裁的位置 我要是不接受这十亿 你又能怎么办 你怎么可能舍得呀 那可是十亿 以你的能力 在这里能赚几个钱 林峰 你信不信 就算你用十个亿 收购了百分之八十的工分 你照样做不上 这么太多的位置 陆天润这个畜舍受伤 还有没有的把柄 我是陆总一手提醒上来的 他要是被耗下去了 我也没耗日子够 我就说怎么这么多生面孔 看来你的士兵 在这里渗透的挺彻底啊 林夕 你别这么慌 想让我签离婚协议啊 也可以 不过 我有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啊 咱们来签个对头协议吧 我可以接受你的注资 让你成为何锡的一员 不过三个月之内 谁要是能让何锡的新产品 在北城商业市场上 获得最高的销售呢 谁就可以成为公司的实际掌权人 相反 是要是输了 就要永远的退出公司 而且 股份也要贵对方所有 我凭什么答应你呢 你不想见小莫了吗 你还是个人吗 竟然用自己的亲生儿子来威胁我 没办法 这是你逼我的 选吧 好 我可以答应你的对赌协议 但是你要把泥峰协议 现在就给我签了 小莫的抚养强规我 让这个贱女人滚出公司 永远都别出现在这里 好 我答应你 我全都答应你 通知人士 办理黄契月的离职手续 天天哥 天天哥你不能这样推我 天天哥 我不 我没有做错什么呀 滚住 天天哥 滚 我现在就要见小莫 你赶紧带我过去 自己看吧 小莫他瘦了 你到底把他带去哪里了 什么爷爷奶奶家 你不是个孤儿吗 急什么 等队赌结束了 我自然会带你去见他 放心 还有 别以为你攀上了凌峰架 就有多了不起 谁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 还有 刚才那几个经理 不知道哪个也是你的肩膚吧 我懒得和这种龌龊的人 多说一句废话了 既然队赌已经生效 那你就用实力 来证据他去吧 哦对了 你的东西 我已经都扔出去了 既然离婚了呢 就别想得住我的房子 开我的车 用我的钱 这些年为了照顾顾小默 还是疏忽了生意上的事 没想到这么多的长期合作伙伴 都和陆天明签订了私下的协议 也不知道他用这种以权谋私的手段 点了多少菜 怪不得敢提出那种对赌协议 原来早有准备 林总 前面有何吩咐 帮我把三位经理叫一下 是 劳烦三位经理帮我调查一下 北城范围内 舒芙兰科城市这几家龙头的美妆品牌 店铺是否在我们林峰集团的地产名下 大小姐 不需要查了 这些商场和这些店铺所在的商业街 都是咱们林峰地产旗下的 一共有186家 那太好了 这几家店铺违背了商业精神 必须让他们付出一些代价 大小姐 请吩咐 他们不是要从陆天明那里出货吗 我直接让他们什么都卖不得就好了 大小姐 可以从消防方面着手 好主意 这样吧 提前进行我们林峰地产 每年一度的消防安全自查 以他们店铺有消防安全隐患的名义 暂停他们领业 并让他们进行为期至少三个月的准改 至少改到达标为止 是 大小姐 陆天明 你从我手中拿走的东西 我要悉数讨回 你施加给我的痛苦 我让你加倍奉还 什么狗屁运气 联系那几家连锁商铺 居然都有消防已关问题 还关门自查 这得查到什么时候去 亲爱的 先吃点水果吧 吃什么吃 这也不顺 那也不顺 是不是你客服 都说 你怎么宋言跟老了十岁一样 在家就不打扮了 连灵溪那个老女人都比不上 害我丢了工作 好像嫌弃我客人 要不是等着分你的实意 我早就把你串出去 亲爱的 现在这女人都喜欢线上网购 那线下渠道早就不流行了 你与其在这生气 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开通协顺去的 对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宝贝你真聪明啊 我现在就联系那几家电商公司 你放心啊 我都快离婚了 等我拿到那十亿 我就给你补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 再给你买一个比林希大十倍的钻戒 好不好 好 就你买给林希那个戒指 0.1克拉都不知道有没有 陈玉叔 正好有点事想问你呢 我听说北城最大的几家电商公司 都是那个司徒什么什么 司徒成千 哦对对 是他家的产业 就是老陈爷给你安排结婚的呢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哎呦 哎 说说说多嘴了 就是那个司徒成千的产业 可是我听说这个司徒成千 他好像不太好消除啊 怎么会呢 司徒乌子这两年一直来看老太爷 是个风筑翩翩的公子 也算是一个青年才俊 我想时候见过他冷冰冰的 看起来就很豪傲的样子 而且我现在听说 他好像心很手啊 哎呀 这人嘛 总是会变的 你想当年司徒公子给你提亲的时候 老太爷也是穿插了好长时间 这才看中了他的人品 认为他是一个值得脱户终身的人 这才提了这么个关系 可是我当年连见都没见 就离家出走了 而且没有正式的拒绝他 好像太礼貌啊 不行 我得找个机会 当面对他说清楚 而且顺便谢谢一下 把他最先人对爷子照顾 他最先人对爷子照顾 哎哎哎你不穿着就什么 我都忙着呢 这孩子 从小就是火机火了的性子 哎 就看他和司徒 有没有这个缘分了 这司徒公子什么时候来啊 这次我得一定跟女人说了话 你快打住吧 你上次人挣了他跟前 连话都说不出来 李希 你是从哪知道我今天要来电商峰会的 你跟踪我啊 这就是你竞争的手段吗 哎 你不是搭上林峰集团了吗 那三个尖夫呢 怎么一个都没来啊 管来龌龊的人 眼睛里看什么都是我说的 你们这对尖夫淫妇赶快给我让开 看他我就觉得会计 哎 林夕 怎么着 那可是司徒成谦啊 你以为你一个被我吃干抹净的二手货 人家能看上你啊 是谁要入我的眼 司徒公子 在下是何锡美妆的总裁 我叫陆天平 今天过来就是想跟您谈一下合作的事 关于合作的事情 要待会在峰会环节的竞标环节 这司徒公子啊 真的很有生意合作精神 那是 那个 那我们何锡美妆啊 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对对对 这位是 这个司徒成谦 莫非是看上新月了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司徒公子 这位是黄新月小姐 黄新月 等着我 司徒公子好 您叫我新月就行了 黄新月小姐 对电商那时候会有研究啊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得到您的指定 要不这样 等这个从峰会结束之后 我让他亲自登门办法 让您亲自给指点指点 那个司徒公子啊 那我就得打扰你了 哎 你是住在那个生蚝酒店是吗 黄新月 你是外卖吗 还在送货上门的 你别乱说啊 我是找人司徒公子请教去的 请教倒不必呢 不知道黄小姐是否懂得电商 但是您一定懂得怎么当助理 司徒公子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陆先生 你一定要小心你这个助理的身份 使人不清 可能一不小心 就让你们家家破人亡 可惜美妆的总裁 我记得是女的 什么时候变成那么男的了 你还不知道吧 那个女总裁 好像变成植物人了 那这个又是从哪里来的 她好像是那个女总裁的老公 哦 自己老婆生病 然后就在那边干这事 嗯 你给我等这 司徒公子多虑了 这儿谈话不方便 要不这样吧 等经病环节 咱们再聊 好吧 好 司徒先生你好 我是何西美妆的董事 灵溪 之前的事是我太失礼了 我正式向你道歉 还有就是 谢谢你这些年 对我爷爷的招呼 司徒公子 你怎么了 你刚醒 身体可能不太舒适 你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谢谢你的关系啊 原来你知道我变成植物人的事啊 是你爷爷告诉我 我爷爷真是的 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对了 贝塔罗素是北城 亲近所有医学家专门研制 关于大脑皮层的特效 它一直没有进行充足的临床实验 所以后遗症还不缺点 什么贝塔罗素啊 我用过这个 哦 没有没有没有 您通过自己精神的意志力 终于醒了过来 还是非常厉害的 我还以为 我是装到石头上才行 啊 你装到石头 嗯 你先把话说清楚吧 关于这个贝塔罗素 我记得我之前被人陷害差点死亡 是不是跟他有关系 陆天明在前一阵子的 一直想要一种 无色无味的毒药 我手下的人告诉我 所以我派人 跟他做了交易 把贝塔罗素换成了毒药 我就知道 这中间肯定发生了什么 不然我怎么可能 无缘无故地醒来啊 只是没想到 和这贝塔罗素有关 看来我又欠了你一次 我 我都不知道 该怎样报答你了 有什么欠不欠的 本来我们两家 就是市郊 空前 我对你 一会儿峰会马上要开始了 我们赶紧入戏吧 司徒先生 答案不严险 但是今后 如果有什么需要用到我的地方 您尽管说 只是谈婚论嫁这种事情 灵芯 我之前 已经因为 论报恩而入了一次火坑了 现在好不容易从地府爬出来 我真的很累 灵芯 你不要多说了 也不要有什么负担和压力 今天你能够站在这里 靠的就是你 坚定的毅力和勇气 这点小忙 不止一提 对了 你待会儿不是要参与竞标吗 加油 看你表现 谢谢你啊 我会努力的 走 美商店商场都会竞标好 现在正是回事 有请 下一个请假 诸位 以上就是我的产品介绍 感谢诸位的聆听 这方案不错啊 可以说是全场最佳 黄秦月 你做的方案怎么没这讲话 我现在跟何夕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是何夕的总裁 你自己怎么不做方案啊 黄秦月还敢顶嘴呢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 陆天明 你不要太过分了 非常感谢何夕美妆美女总裁的欢迎 果然啊 美妆品牌还得是美女做代言 才有说服力 诶 刚不是我一个何夕美妆总裁在 这两家公司不是这家 刚刚那个总裁有说方案吗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被评下去 诶 我想起来 这个美女董事不是之前成为植物人的那个总裁吗 好家伙 夫妻打雷台了 接下 有又能看 此次何夕美妆 针对我们的新产品 一共出台了两套方案 这两套方案呢 是由我们公司内部的两支团队 分别进行完成的 我们也会分别进行票选 不过 非常感谢峰会给我们了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节 在此我向诸位保证 不论今天在场的合作方选择我们的哪一支团队 我们都会保证收到的产品质量将会是同一标准的 这个要咋选啊 选这一家 得罪另一家 看哪一家 好得罪选哪一家 我听说何夕被林峰注资了 也不知是哪一方势力跟林峰打什么合作 各位 与其猜测那些虚无缥缈的巧道消息 还不如把眼光放到现在的方案上 是是是 司徒公子说的有道理 是我们多虑了 诸位嘉宾 那我们现在就对何夕的两套方案进行票选 慢着 投票之前 我想先说几句 诸位 这本来是我们何夕的内部矛盾 不应该搬到台面上来讲 可是 我的前妻 也就是这位林峰女士 她的行为实在是罪无可说 应该照告天下 骆天明 你少在这里威严总听 好啊 那我问 为什么咱们何夕那几家老客户突然都关停门店 是不是你在背后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 恶意举报喂下他们 怎么会这样 这太过风 那不敢合作了 否则等一下我们要遭殃了 哎呀 这一个女人要是想在生意场上混下去 没有个靠山可怎么行呢 什么靠山 可不就是你刚刚说的林峰 嗯 迟早把这个蠢竹一脚踢开 别人一听这个靠山 还管你什么幸运不幸运的 都贴着连往上去了 各位 是这个 林峰财团刚刚接触女装行业 非常看重我们何夕的市场竞争力 不过 他不清楚我们何夕的内部构成 我相信 如果林峰财团得知了这样的恶行之后 他一定会选择正确的合作伙伴 陆天明 我亲爱的前夫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还有当演员的潜质呢 你说这内娱的小鲜肉们如果有你这个业务水平 那不早就进军国际市场 明星 你少在这儿立阳怪兴啊 是不是看自己大势已去就开始装锋卖啥了 我告诉你 今天你要当着大伙的面 对我还有我那些老客户都赔个不是 我还可以考虑给你弥补 陆天明 是你自己中宝私囊偷奸耍华和那些生业驻宠们签订了私人协议 现在你还想到他一耙 你少是我配人 我可以告你诽谤 我手上还有一颗那些驻宠签订私人协议的证据呢 就在我那个手机上 要不要我一条条的念给大家听 你 那肯定又是你伪造的 竞争不过我又开始用这些下三万的手段 你敢说这一天跟你没关系吗 诸位 陆天明他签订的私人协议 已经严重威胁到和西集团的利益 并且他严重破坏了市场规则 我相信任何一个有商业精神的企业 都会对他这种情威嗤之以鼻的 那你就害他们都停电 害他们的员工都失业 那些品牌早就已经发布了商业通告 他们停业完全是因为消防抽搅不过关 你硬是要造谣他们倒闭 又是什么军心呀 而且在此之间呢 我们的相关部门没有收到任何的举报 完全是因为他们所属的物业公司 自抽自检得出的结果 对于这种对顾客安全认真负责的态度 我们这些做商家的不应该大力支持吗 我晕了呀 这到底该是谁啊 你傻呀 一眼睁睁看着司徒公子选谁 我们跟在他的屁股后面选 不过今天也没算白来 这一出大戏都能卖票 诸位 这次的纠纷啊 和今日峰会的主题毫无关系 而我似乎呈现此次前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下一个季度的合作伙伴 找一个合适的对象 而这寻求对象的标准 就是商务合作的水平 以及寻求合作的决心 像你这种在公共场合挑衅的人 根本不适合做一个优秀的本身 我心中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 请各位自助 林总 请多多关照 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啊 天明哥 天明哥咱们先回家吧 回去再想办法吧 都是你都都蠢住 你们都帮不上 今晚有好事 天明哥 天明哥 我送你回去吧 你要回自己家还是零事 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吧 我有个儿子叫小莫 你知道吗 好 之前我去人家找你的时候 王嫂跟我讲过一些 关于小莫的事情 张嫂他还好吗 好 我找人给他换了个城市工作 他现在可以和他儿子 一起好好生活 谢谢啊 你真的是非常的周到细心 不过 我提醒我儿子小莫是因为 他失踪了 我不知道他被他爸爸藏到哪里去了 我真的 对不起 你别说了 这两天 我的确一直在配合爷爷调查小莫的事情 我相信 只要零事 还有司徒加连 不可能调查不到小莫的事情 你放心吧 这事交给我 我本来不想麻烦你 只是我觉得 我一天找不到小莫 我就一天没有心情想起他的事情了 是我着急了 我只是想说如果有任何事情 你都可以来麻烦我 因为 我很乐意 很愿意 也很开心 去帮你做任何事情 这是什么霸道总裁 吃炼于我的剧情 我 都是个三十个人 还是个五十个孩子了吧 我不也比你大三岁了 我之前 远远的见过一次小莫 她很可爱 我觉得 谁如果成为她的父亲 那肯定她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笑 我说呢 原来任司徒公子 喜欢的是任妻这个 你有本事也让人看什么 不妨你也能为任妻 你这说哪门的话 老板来了 那你也得先娶我 你不娶我 我当哪门的人气 行了 这个 赶紧回去想对付 大小姐 我们现在有了司徒家 和几大电商公司的创新合作 我相信 咱们和西的新产品 一定能再创新高 大小姐 我特意调查了隔壁的动向 可以基本上 确定上 他们已经可以熄火了 那就好 不过 狗结了也是会挑强了 还是要预防他们 做出一些极端的手段 大小姐 果然是私欲周全 谢谢三位了 三位平时在凌峰 掌管的都是一些 大规模的产业 到我这个小企业产 实在是杀鸡有牛刀 屈才了 大小姐 你言重了 实话实说吧 你将来是要继承凌峰的 和西也是凌峰的一部分 老太爷也说了 让我三个 为大小姐 好好处理好这件事 为将来大小姐 继承凌峰 做好准备 大小姐 未来的事 未来再说 您先别着急 不 谢谢你们三位 你们说的很对 我未来可是要继承 龙国最大的产业 凌峰才特别 凌峰在龙国 做了那么多年的霸主 可不能到我手上 就退步了 我不能辜负 我们各位和爷爷对我的期望 是 废物 都是废物 我要你们有什么要 终于不用来上班了 赔偿 我赔你一个字 我是你孙子 你来干什么呀 衣服洗了 饭做了 连个家庭主妇都做不好 你也是个废物 你哭什么苦啊 你跟我在这儿装什么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能那么装啊 我 我怀孕了 你说什么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给我整这个事 真的 真的 天员你看 谁知道这是谁的种啊 你跟我之前又不是没跟我别人 真的是你的 就是那一次 我们在你家在那个老女人 我们没带那个 就那一次就中了 你是不是想骗我给你结婚啊 不知道从哪搞过去 以为我好骗 吴天明 我为你做的还不够多吗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 我 天明 天明你要去哪 我回来的是不是 天明 老同学 难得请我喝死酒啊 还来这么高级的地方 说吧 有什么事求我呀 什么叫有事求你呀 你老同学我呀 这次是来兑现咱们当年的诺言的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别说那话啊 我什么时候沾过你的福啊 不都是什么时候没钱了 让我进去几个字 哗哗 还没还那时候 瞧你这话说的啊 你别说 哥们这次 真有大好事跟你分享 我来了 迎接去 这不可能是你女人吧 少说屁话 你对上方尊重点 感谢丽娜小姐的大驾光临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之前给你提到过的老同学 他呀 现在可是北城新锐企业 何喜美妆总裁 陆天明先生 嗨 余思尔陆 你可真是 欺度非凡 英俊潇洒 和你说的一模一样 那哪能骗您呀 丽娜小姐 你真是美得不可放过啊 看到你我心都醉了 哎 天明 人家丽娜小姐 可是来自境外的世家大族 我记得你那个外语不是挺好的吗 你得跟人家说他母语的 境外 世家大族 怪不得其实这么好啊 吊点十个不心愿了 no this is me 天 爷爷 你说生活下落又没目了 做做做 你的孩子 还是那么急躁 别的事情我都可以不急 唯独小木不行 算算日子我都一个多月没见到他了 你的心情啊 我可以理解 当你成植物人的时候 我也记得快发疯了 我最想用我的老命把你带回来 后来听陈谦说他有了新的安排 否则我怎么能在这儿安心的等着主动回来呢 怎么又是这么多成情啊 这是小木的事 也是他提供的信息 这个孩子啊 做了那么多事 就总愿意告诉他 怕你心里有压力 我可不能关了你啊 我把什么都告诉你 让你后悔 我是后悔了 后悔回家吃饭了 我要告诉你啊 小木很安全 不过陈天平这个畜生很狡猾 所以我建议你啊 不要急把他带回来 先严密的观察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小木 我远远的看一眼就好 行 我去安排安排 哦对了 我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啊 当我买过 你们好好聊 果然是好兄弟 帮我想的太周到 丽娜 那我以后就直接称呼你的名字了 可以吗 当然可以 那我叫你天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你的声音可真动听啊 我可太喜欢你这么叫我了 果然还是被我征服了吧 什么世家亲近 都讨不过我的手掌心 西月是谁啊 是你老婆吗 啊 一个追求我不成 整天缠着我发疯的女的 天 你这么是欢迎的吗 也是怪了 我以前对女人真的没有什么兴趣 直到我看到了你 就被你深深的迷住了 你说这个怎么办啊 讨厌 你们北城男人 总是这么流血滑舍的 丽娜 你这次来北城打算待多久啊 我打算待上一段日子 为我们家族考察一下市场环境和投资的风向 为我们家族入住北城好好看待情况 看来是大手笔啊 你一定得拿下这个机会 丽娜 你也知道我是做美妆产业的 现在美妆市场非常火爆 各大企业都想来分一杯羹 如果现在装住这个好机会 那可是大有可为啊 那是自然 不然我也不会让我的老同学把你介绍给我了 原来你早就知道我 当然了 我们家族的情报网可是很严谨的 如果我今天来是想先认识一下你 工作的事可以下回家说吗 好啊 那咱们今天就好好了解了解 你有什么想知道的 我都对你一一坦白 嗯 我要在北城待上一段日子 还没有住所 你明天可以帮我调校房子吗 当然可以了 房子的事我最在行啊 林叔我那套房子住得好好的 为什么非要换一套啊 我说大小姐呀 你是不是苦意思过太久了 五百万的房子那哪能住得好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委屈自己了 再说咱们林家哪有五个亿以下的房呀 林叔咱就别这么夸张了吧 我都答应一起来看房了 还要怎么样 要我说 你就应该在家里好好待着 然后让他们把房子的照片拿过来 您再选 别别别 可别这么搞啊 爷爷上年纪了 又是那种什么都要操心一下的性格 要是看见了 肯定在我耳边叙叙叙叨叭 喝个没完没点 到时候 我选三天三夜都选不完了 这个臭婆娘怎么也在啊 她能买到几件的房子 前夫哥 怎么回事啊 这么快就甩着黄心悦 林姐 你说什么呢 什么黄心悦 我可没搭理过她 这个就是把你绿了 还把你的财产权骗走了的恶毒前妻吗 天夫哥 这又是你什么全新的骗人手段 我 丽娜 你看 她又带这个新肩负出来了 我都不知道被她绿了多少回了 我被她骗惨了 我都 真没看出来啊 你这前妻 年纪也不小了吧 怎么这么水性养花呀 洛天明 这是你新棒的复活 还是新养的野鸡 说谁是野鸡呢 你对号入座干嘛 看来 答案不言而喻了 大小姐什么时候这么会吵架了 可惜她不让我说话 不然我让她见识见识 我要吵架她水平 你这个靠肩肤养的 给我道歉 几位顾客 我们这里是高级售楼部 买房我们欢迎 但是居住闹事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今天我们有贵客嫁到 已经提前跟我们打过招 我们不能让无关人员 打扰到我们的贵客 今天还有比丽娜小姐更贵的贵客吗 你们售楼部还算有点本事啊 知道我今天要来 还提前准备过了 丽娜小姐是吗 请出示您的黑卡 怎么样 见过没有 我觉得你这一辈子也就见这一次了 知道至尊黑卡里边最低要存多少钱吗 五十个亿 你以为你那些车子房子算什么 加起来都没有这里边一个诚讨 你看 你这个肩膊都已经羞愧的一项头了 一马年纪的人了 还出来照谣撞骗 灵溪 你也算是我前妻 我一想到你还要照顾这个大叔 我心里边还挺不上的滋味 你把嘴巴放干净 道歉 好 我不跟你这个水天洋花的女人一般见识 我今天是来买房子的 为何不想破坏了这一天的好心情 丽娜小姐 看来您就是今天的贵客 不好意思 我们需要为贵客清场 请你们下回再来 谁说这张贵卡就是贵客呢 灵溪 你想干嘛呀 在这样的高端场所里闹什么闹 这儿的房子都是上千万起步 何锡账户里才只有几百万 你不会是想动那十个亿的投资款吧 我告诉你 你想着没 那时也就你天天想着看着的 我可不在乎 是是是是你瞧不上 我求你还是赶紧出去吧 别让人家经理教报案赶紧 实在对不住 请你们下回再来 作为补贴 我们下次一定给你们优惠 优惠的东西肯定没什么好 我灵溪要买就一定要买最贵的 你们这最贵的房子多少钱呀 我又这张卡买了 这什么呀 我看这挺像你之前 给小莫在商城里办的玩具卡 敢拿这个出来糊弄人哪 你还好意思敌小莫 他有你这样的夫妻 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失误 你告诉我 你把他放开 你休想 经理 怎么回事 我让你看看贵客到了呗 你都一去不回了 对不住老板 贵客已经到了 丽娜小姐 这位就是我们老板 对呀 凌峰那边的经理告诉我 今天来的乃是临时的管家 还得给我说 那位贵客不想暴露身份 一定要让我们保密 那个 那有个负荷 对不住了贵客 这是您的黑卡 请你收告 原来是至尊黑卡 你没看错吗 这明明就是一张普通的玩具卡 我的产业 虽然远比不上龙城的霸主 林氏 又或者是北城的首富司徒奖 但是 这点来来往往 生意场上的引力见识 还是有的 就这张黑卡 我只见过两次 这是第二次 方言整个龙国 再也找不到第三家 拥有一千亿主区的 至尊黑卡 这位客人 我要给真正的贵客清晨 你们请自便 李娜 你还有没有 比至尊黑卡更贵的卡 有 倒是有 但是你也知道 有来自境外 境外的卡 在这儿 那怎么办 怎么又被他们比下去了 我是来买房的 又不是来比赛的 换一家不就好了吗 林夕 还真让你棒了个大 为了跟我竞争 你还真是不择手段 查清楚没有 在境外 是不是有一个 叫什么阿道夫家族的 境外使家 然后他家的千金 叫什么丽娜 自成固执上天一段 真的 太好了 真是天主我也 林夕 我看你拿什么 跟我斗 喂 丽娜 是我 咱们今天不是一块约好 去试那家米其林三星吗 我知道你在今晚经常吃 可是我们北城就这一家 很有它的独特之处的 我也是花了很大功夫 才定到的 哎 好好好 那我现在就过来见你啊 本来说这顿饭我请的 让你选餐厅 我来定位置 没想到这家店老板和你更熟呀 看来我们林家是不行哦 还为你们司徒家双脸好水 哎 你瞎说什么呢 明明是你们林氏家族太低调 几百年的大世家 这几年只闻其声不见其名 哼 不像我们 这几十年才起来 只能靠这些排场 维持一些盛利 你也太谦虚了 要说你们司徒家呀 才是这北城的地头蛇 哎 对了 你说你前几年去和境外做生意 那你在那边有产业呀 是 真扫兴啊 难得出来好好吃一回饭 又空间倒位鬼人 对不起啊 司徒 这一会儿估计又要开场 没事 哎 又是你这个女人啊 怎么 今天还换了一个监偷 天 你倒是说句话呀 你看你长了什么前妻啊 真是不省心 算了 靠上了丽娜 还怕她司徒家做事 大不了不待在北城吧 跟着丽娜去境外 丽娜 你有所不知啊 这个来头可不行 不比那个有至尊金卡的建福长 陆总 吉日不见 都对我以肩膚相承 我司徒成千 在北城还从来没见过如此大的 原来是北城守俗司徒家呀 你好 我叫丽娜吉尔 你应该听说过吧 当然听说过了 我在境外做生意的时候 还经常听说过你们家做的传奇往事 陆天明 你得意什么 你已经嫁到人家家做税戏了 丽娜 你算什么算啊 你没看见人司徒公子 都在丽娜毕空毕境的 你还不赶紧给人丽娜道歉 丽娜小姐 我好心提醒你去 这个陆天明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吃过他的亏 上过他的道 他就是一个吃觉过的蛆 离得越远了 灵溪 你给我出口啊 天是我的男朋友 我喜欢他 不像你一直虑他 我为什么要听你这个 一直习惯欺负老师人 还各种靠身体上位的女人的饭呢 天明 真正靠身体上位的人来 天明 你对不起我吗 天啊 这女人长得跟鬼一样吓死我了 琳娜 这个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 整天缠着我的疯女人 我缠着你 我是疯女人 平清了 我是你孩子的妈 天 什么时候拥有一个孩子妈呀 哪来的孩子呀 她肯定不知道从哪搞的野种 非来在我身上 我拿你的头发 跟我肚子里的孩子做了亲自鉴定 我看你怎么办 还真是我的 还是个男孩 不行 我不能放弃丽娜这根救命吧 男孩有什么用啊 以后我找谁生不行 方清月 你肯定就是趁我喝醉的时候枪上的我 现在过来碰上来了 你想的没 我告诉你 你不就想要钱吗 我给你 现在就去把这个孩子给我打了 我瞧上了你 林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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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是不是我枪上的 当时我们俩的孩子就是在你窗边换上的 你看到了也听到了 对不对 黄清月 当时你背着我勾引我老公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有一天他会背叛你 你今天的一切 都是你在咎由自取 你活该 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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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救了 我救了 啊 黄清月 我告诉你 别给点不要脸 别给点不要脸 现在把孩子给我打了 别逼我去送你 别逼我去送你 宣布 我还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还要天天抱着他在你面前唤我恶心你 啊 陆天明 你啊 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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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愣着干吗 打120救人呀 你們精力 刚刚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就应该尽快制止 你不应该恨他吧 我当然恨他 但是看着现在的adasno 我就想起了当时的我自己 当时陆天明也是这样 不管不顾地离去 还好我命大 等到了张嫂买钱回来 要不然 说不定我们那刻都已经死 还不如是见死你去了 但是我是灵溪 是想过你妈妈 我要给她做个好宝贝 一切都会过去的 你放心吧 陆天明那个渣男 他总会得到他应有的报告 我就是要他狠狠地栽在我手上 我们也马上要见到小莫 我今天原本约你来 就是为了谈小莫的事情 你是说小莫找到了 亲爱的 你别生气了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黄欣月肯定就是火通灵溪那个贱人 一块过来找我麻烦的 今天有一个黄欣月 那明天是不是有一个蓝欣月和绿欣月等住啊 没有没有没有 亲爱的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我只爱你一个人 我跟你说啊 黄欣月那就是一个想靠男人上位的一个贱人 他早就被我从公司开除了 他就是怀恨在心 才过来找我麻烦 过来诬陷我的 真的 那确实挺过分的 那当然是真的了 尤其是那个灵溪 帮了一个又一个靠山 让我精神疏忽还不算 还把我公司给我抢走了 天 我就是司徒家吗 我一定会帮你出气的 真的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我今天身上有点不舒服 要不下次 好啊 我都听你的 你说小莫 他就在这里 是啊 我刚得到消息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 几年前的时候 我来过这儿 就是在这儿 遇见了陆天明 不过这里的院长 是个很好的人 小莫在这里 我也能放心了 陆天明在这里 安插了眼线 我们当然可以 接走小莫 但是一旦被他们 发现小莫失踪 恐怕 恐怕福利院的护工 和这些孩子们 就有危险了 是 所以这件事情 你来决定吧 谢谢你 陈天 我决定了 等和西的对赌协议 结束了之后 我再来带走小莫 但是如果到时候 陆天明不遵守协议的话 我就只能采用 强硬的手段了 只是也要给 这些福利院的人们 想一条后路才行啊 嗯 没关系 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我帮你解决 每次都让你帮我 我真的很感谢你 刘夕 你能不能不要 总是感谢我 感觉我们很生疏一样 我们不是已经 是好朋友了吗 好吧 那现在眼下的事情 就是接近小莫 我们可以假扮成 分发物资的志愿者 这样我们就 可以引荐的来 小莫啊 哎 那边发玩具呢 哎 你咋不去挑几件呢 小莫不想玩玩具 小莫想玩妈妈 你爸爸说呀 你妈妈得了 很严重的病 哎 她只能照顾我妈妈 没办法照顾你 才把你送到 我们福利院的 院长奶奶 我爸爸对我妈妈不好 我还怕我妈妈受欺负 哎呦 怎么会呢 你爸爸人可好了 哎呀 她就是我们福利院 出来的 哎呀 还在我们福利院 救过人呢 她呀 还给我们福利院 捐了很多钱 够你和其他小朋友 生活很久的 可我就是不喜欢爸爸 我想要妈妈 什么 妈妈也真的好想 你等着 妈妈一定很快 带你回家 这路听你的眼神 还没过 我们得赶紧走 什么 你说陆天明突然掉了大量的货出库 这批货是送往境外的 我知道了 等我回去再说吧 哭了这么久 喝点水补充一下吧 让你看笑话 你放心 我在福利院里面 安插了些人手 我一定会保证小莫的安全 谢谢你 我今天就不能陪你去吃饭了 我还要回公司处理点事情 好 那我送了 宝贝 你也太厉害了 那么大的定单 说定就定了 这算什么 你不是说 你们还没有实体店吗 到时候 我直接在境外 给你开个上百家 和西品牌连锁店 说不定啊 到时候的营业额 少说一年也有20个亿 哎呦宝贝 我太爱你了 你也太有实力了 讨厌死了 路总 林总要你去见他 他算有什么角色 还有我去见他 路总 林总的那三个精力也在 还有 四叔公子也来了 灵溪这个贱女 她肩负凑起来 都能打一招麻将 就这样还不够啊 还要当面也给我看 田 我们去看看不就是了 哎 好 我做替你的 坐 坐 路听人 你突然调走那么多货 也不跟副馆说 一直有什么意思啊 这里是公司 你要办搞 你就出去开房 哎呦 哎 忘了忘了忘了 你在这啊 怎么 就允许你在公司里 养着三个肩膚 不允许我带我 未婚级上班啊 人家还没答应 嫁给你呢 再说了 你怎么 把我和他的肩膚 放在一起比较 哎呦 没有亲爱的 你误会了 你是什么身份 他是什么身份 他怎么能跟你比呢 我就是看他太嚣张了 才说说他 反正我现在才是和谐的总裁 他只是一个没权利的董事吧 多天明 我问你 你调走那么多货 你削得掉吗 削不掉到时候退回来 多占库存呀 而且咱们做的是护肤品 是有保质期的 你也是合适的总裁 你就是这么为何事着想的 灵溪 你还不知道吧 我未婚妻丽娜 刚跟我签了一笔大订单 是你在电商峰会上签的三倍多多 你还不赶紧想办法找路子 还不来质疑取我的货来 现在希望今晚的东西 过海关都很麻烦 更何况是那么多的苦存 你一个人搞不定吗 灵溪你成什么啊 司徒公子 我提醒你一句啊 灵溪是个再舍清洋花不过的女人 你可别被她给蒙蔽了 既然你这么目光如炬 那当初是怎么被黄新月拼上冲了 我 我就是被那个女人把味道 才过来好心提醒你 不过也罢了 司徒家家大业大 想来也不怕被这种老女欺骗吧 黄新月的孩子保住了 现在她在这人医院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都说了 我不配要那个孩子 陆天明 你曾经也是个孤儿 现在你要抛弃自己的孩子 你就不怕做报应了 李希 别以为你肩负在这 你又可以胡乱说话 没错 我陆天明是个孤儿 我是靠自己一步一步 白手起家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所以 我不会让任何人 抢了我的东西 天 原来你的身世这么可怜 你放心 我不嫌弃你 你嫁给我以后 只要生下俩孩子 我就把家里的产业交给你打理 到时候 没有人敢看定你 这不就是倒插门了 自己没本事 也就只能这样了 我听说 现在还有办法 让男人生孩子 恭喜你啊 陆天明 终于得偿所业 下进大户人家 当坠血了呀 不过你不如问问你的未婚妻 这孩子生下来之后和谁姓呀 还白手起家 真是骗人骗酒 别把自己也骗起去 天 孩子确实应该得跟我姓 不然我家里不会同意的 没关系啊 那孩子跟谁姓不都一样了 我跟你姓都行啊 陆天明 你可真是恶心啊 我现在看见你就反规 好啊 那以后孩子都跟灵溪的姓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 你同意了 天 不就是个儿子吗 不要就不要了 你说 你是要我的儿子 还是要他的儿子 宝贝 你放心啊 以后只要是咱们的孩子 无论是男孩女孩 我都会加倍疼爱他 我都要 我懒得听你那些破事 我告诉你 这笔货的货快你自己补上 不然我就把这些货都招回了 灵溪 你别忘了 你现在只是个有股份 没权利的董事 我没有权利 但是林峰有啊 博总上明确声明 公司超过五千万的订单 就要给林峰集团的代言水 何惜要是违反规定 那按照规理 这笔订单所有的利益 全部要交给林峰 什么 为什么有这么不平等的协议 你们别太过分啊 陆总 这不是你自己签的吗 只要你个人先垫付 这笔订单的成本 我们就不会为难你 假如这笔订单 若有更多的收益 我们干预不了 可以都归你自己 不就是预付成本吗 我少说可以在这笔单子上 赚个百分之三十的收益 暂且答应就是啊 好 可以 我同意先预付这笔订单的成本 而且 你们再也不能阻拦这笔订单出现 看来你这些年在何惜捞了不少好 三千万 说出就出了 那你就不管了 还有一个月 灵溪 你自己自求多福吧 何惜马上就是我的了 我到时候得先把这个名字给改了 尤其是这个西字 我得让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哎 天 不如就赶不叫露娜吧 有你的露还有我的呢 哎呦 宝贝 你可太聪明了 你真是个小天才啊 就叫露娜 这比何惜好听多了 这个名字是好听 但是他好像跟一个坐马桶的卫娱品牌 说明了 司徒公子不开口 一开口就是精确 哎 这有点老爷子年轻时候的样子 怪不得老爷子那么喜欢司徒公子 想把大小姐嫁给他 哎 司徒公子 我有事先走一步了 哎 对了 等你什么时候把灵溪给玩腻了 咱看几个好好去 我介绍几个更好的人气给你认识 啊 这个露天明 也不知道走的什么狗屎运 真让他傍上富婆了 大小姐 我们得重新想吧 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外包公司 来建立订单 然后进行 不行 那不是道假吗 难道我们又变得跟露天明一样 那我们就看看别的途径吧 元席 我们谈谈合作吧 直播带货 你忘了你是什么身份了 放心吧 爷爷 现在很多明星企业家都在做直播 为了推销自己的品牌 这是很正常的事 那也不行 直播带货 要抛头露面 还那么辛苦 你别忘了 你才刚刚醒来 医生跟我说了 在最近一段时间 你要好好地休息 爷爷 我现在精力充沛的 是不是那个贝塔罗素的眼睛啊 我怎么浑身使不完的假 那也不能乱来啊 说起这个贝塔罗素 那还是陈谦他们家提供的技术 我要我的这些医学家 紧赶慢赶地验着出来了 你感谢他们的 早就到过谢了 他还说我们是好朋友 不要总是说谢 这样显得生疏 什么 什么都成了好朋友了 就前一阵的事啊 爷爷 你还不知道吧 这个直播带货 就是他给我想的招 那 那也不能乱来 这怎么是乱来呢 林家 已经沉寂的太久了 我看 在北城范围内 林家的威名远不如从前了 司徒家这些年 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啊 还不是因为他们做事 高调有张扬吗 你说的也有道理 看来 爷爷老喽 爷爷才不老呢 我的爷爷 风采依旧 宝都未老 雄风采略的 哈哈哈哈 小狗 林叔 直播的事先不要告诉爷爷了 害怕他担心 老太爷爷那边 看起来现在已经不管这些事情 实际上 他心里救出的 这些事情迟早都会知道 我一时间也没有想 那个露天民间这么卑鄙 在湖上着水边抹黑我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很快解决这些事情 不让爷爷担心他 大小姐 叔叔相信你的能力 老太爷爷那边 我会盯紧的 林续姐 是你吗 找我来有什么事 林续姐 之前的事情 是我做的不对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 你都不会原谅我了 但是 真的对不起 好好休息吧 既然你好不容易 把孩子保下来了 就想想 就想想未来该怎么办 谢谢你 林续姐 你的大恩大德 我无以为报 我很忙 你有什么事就快说吧 我不会说什么 原谅你这种话 让你好说一点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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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 这一切都是我活该 但是我今天找你来 是真的有事情 想要跟你说 林续姐 之前 你躺在床上的时候 陆天明那个畜生 他想要毒杀你 他在黑社上买了毒药 虽然我不知道 为什么没有奇效 但是我当时为了留一手 拍下了证据 还有他和买家的对话 这些我早就知道了 证据我自己也有 林姐果然神通广大 是我自作多情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晚上还有直播 哎 林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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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事情 真的是我做的不对 求求你 我真的想为你做点什么 我也是当妈的人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好好为孩子考虑 先把孩子生下来 其他的都不重要 林姐 我这几天 一直有在看你的直播 我知道陆天明那个畜生 他一直在造谣抹黑你 这样 你让我出面 我去给你澄清这一切 我还你一个清白 你确定要这么做 你要是这么做的话 你也会受到伤害的 我不怕 我要为我的孩子 做个榜样 各位直播间的姐妹们 今天我们来做 妊娠期间宝妈可以用的 护肤品专场直播 在今天的直播开始之前 各位直播间的水军和黑子们 你们也都辛苦 天天准时准点地 蹲在我的直播间 去发淡问也不容易 今天我们给各位安排了一个豪华大头 你们一会儿就可以收到了 另外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也是一位认识期间的宝妈 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刚刚度过了危险的运出期 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要为大家分享 大家好 我叫黄新月 黄新月 这疯子跑过来干嘛 天 你一日都没有喊什么呀 没事没事 亲爱的 我突然有点急事 我得出去一个小时 你等等我好不好 一个小时 你让我等这么久 这个是我第一次 我知道 我很快的 就一个小时 我不会错过 大家好 我叫黄新月 曾经也是何锡美妆的一员 林主播是我的上司 我是她的助理 最近我看到直播间 有很多关于林主播 上一段婚姻的传言 所以我今天是来澄清的 林主播在她的上一段婚姻中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受害者 今天的商品一律打五折 请各位稍后平衡 我们八点钟准时上架 林主播的上一段婚姻中 我才是那个第三者 林主播被她的前夫 害得变成了植物人 而我作为她的助理 不但没有帮助她 反而和她的那个 渣男前夫一起 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坏事 三二一上链接 靠黄新月这个臭娘们 更内心呵呵我搞我 是不是不想活了 信不信我把她床上 没穿衣服的照片放在网上 人们这辈子没人呀 黄新月来陆总 黄新月你在里边干什么 你给我出来 陆总里面正直播的 林总特别疯了 要让我拦住你 林旗算什么 我才是狗资的掌权员 不是来总 林旗 黄新月 你们再快搞我 陆天 这里是直播间 你的一切言行 都被通过直播的形式 传播出去 我警告 别想了 大家看见了吧 这个渣男自己跑过来认领了 我现在肚子里还怀着他的孩子呢 哦对了 之前也就是他打了我两巴掌 还推了我 害得我差点流程 而且他做这种事情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黄新月 黄新月 要不你先回去吧 回去好好休息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可以上微博和小红薯 看我的账号 我把详细情况都已经贴出来了 还有 今晚只要在直播间下单呢 拿着购买评证 就可以私信我 快是更多爆料 我先走了 黄新月 你个臭家伙 背叛我 你给我等着 好啊 李希 可真有理呢 竟然把咱们的私事拿出来消费图人眼球啊 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要不是你在直播间找水晶抹黑我 我怎么会出此瞎策 你凭什么说实话 你凭什么说实话 你有证据吗 喂 什么 什么老船让人断了 好啊 李希 可真有你的 竟然故人把水晶公司给断了 你到底什么来头啊 我越来越看不透你了 是你自己有眼不识泰山吧 在一起这么久都看不穿我的真实身份 你是什么身份啊 不就是靠着司徒成千吗 还有那个什么三大经理 对了 还有那个给你买房的老头 一个个都来头不小啊 那是你以为我会怕你吗 你千万不要怕 我倒是很想看看 你这副狂妄的嘴脸 到时候 这怎么向我下会求饶 我告诉你 我已经让丽娜给我追下更重的订单了 她剩不了几天了 你赢不了我 也到了下播的时间了 回去下的播 让员工早点回去吧 雷剑 雷剑 你没事吧 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刚从今晚回来 一下飞机去看直播 发现那个 那个陆天明 又到你直播间里面来找完了 我以为他能伤到你什么 就赶紧过来了 没事 他早就被我赶走了 都是你 为不来啊 机场离这里这么远 你肯定开快车了吧 多危险呀 司机分了都给扣了 以后就我来开车吧 你别开车了 我送你回家吧 或者 我们一起去吃个饭 好 我吃什么都行的 丽娜 丽娜 你开开门呢 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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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都怪我 还让你等这么久 你还知道回来呀 你以为我是谁呀 你以为我是给你洗衣 做饭的黄脸 陆天明 我拜托 你看清楚自己的身份 追我丽娜的人 从这里可以绕北城三圈 我不高兴了 想换一个男人 那是分分钟的事 丽娜 真对不起啊 我求你原谅我 我确实是有急事啊 我 你赶紧滚吧 别打扰我睡觉 再吵 我就让保安把你轰走 不是丽娜 丽娜 丽娜 丽 今天就是对赌协议的最后一天了 一会儿就去召开 第二次股东大会吧 无论如何咱们都已经经历了 是啊 我们这一天在直播间的销售额都达到了七千万 都快赶上头部直播了 林总 最近也不知道隔壁在忙下什么 一点动静没有 那个最佳订单也没有一点消息 我估计也就陆天明嘴上说说的 还是谨慎一些吧 不过我们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了 剩下就听天由命吧 哎 不过你们怎么不叫我大小姐了 都改叫我林总了 老爷子给我们说呀 大小姐您马上就容身 林芬集团的总裁了 让我们这些老员工先提前叫着 适应适应 爷爷真是的 正早就想退休了 梁总 司徒给我吵了 司徒 你怎么来了 不都跟你说了吗 别叫司徒了 叫重建一下 有什么区别吗 司徒是古代官职 都计划是当的 你就不说了我太想了 好吧 成千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何夕不是要开股东办会了吗 我虽然不是股东 但是作为战略合作伙伴 我觉得我可以听一听 要不然谁知道你们何夕的秘谋什么 说不定哪天把我坏了 成千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还这么会说笑话 林总 古代官大会开始了 那我们走吧 去看看我们怎么说 拜拜 林总这事了不得呀 连司徒公子都拉下来 嗯 就是要是 这下沐天明 看怎么还跟他斗 本来就是呀 林总背靠林峰 这下又携手司徒家族 以后这何夕可了不得呀 坏了 我是沐天明拉上来的 这下要倒霉了 这个姓路德 连人都不见了 该不会是投降了吧 各位股东 这股东大会开始已经四十多分钟了 沐天明还没有到场 想必是已经弃权了 不如我们节省时间 直接开始投票了 我同意 这姓路德肯定知道自己输定了 不敢来了 就是就是 反正他来了 我也不投影 好 我宣布 总裁候选人投票环节 正式开始 等等 总裁还没到 我看谁敢投票 苏天明 不遵守规则的人是你 你有什么可况 司徒公子 今天是何夕的股东大会 我知道你们司徒家是北城的首富 全是滔天 但是你掺和我们何夕的事 要是传出去 恐怕犹如你们司徒家的媒生 那你身边这位呢 他好像和何夕集团也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没关系 我告诉你 丽娜现在是我们最大的客户 她最有资格坐在这 不就是要当股东吗 林峰出了十个亿 那我也出十个亿好了 这什么时候开始 这十亿跟十国家一样 说给就给 这一年都不太合 这可是司徒家 那十亿不足够十块钱一样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丽娜小姐 来自境外的阿道夫家族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不过我记得 司徒公子 好像说过阿道夫家的名字 那可是如雷惯好 陆天明 篡改别人的发言 也是你空蒙拐骗的手段之一 林夕 我告诉你 你已经说了 刚刚丽娜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份价值二十亿的订单 林峰财团和司徒家 两方的注资加起来也就这么多 你拿什么梗刀 这个阿道夫家族 谁这名丢丢了 我也不知道 不过陆总说 司徒先生 二十 投资二十亿的订单 这下咱们发了呀 我就说嘛 陆总哪这么容易就败了 改投票吧 小夕 你电话 有我在 有你在 我放心 口识无评 我要看到合同文件 我跟丽娜马上就成为夫妻了 夫妻之间还需要这些东西吗 那都是一句话的事啊 是啊 这二十亿呢 主要投放于我们在境外开设的 何西美妆品牌连锁店 林夕 你也是的 品牌干了这么些年 怎么连开几家线下连锁店的破例都拿不出来啊 哎呀宝宝 她就是一个没有远见的辅导人家 毕竟不是每个女人都像你这样聪明睿智啊 开店 这又是你什么时候产生异想天开的构思啊 你知不知道 你咱们公司现在的产品生产量 还有生产种类 根本就不构成线下开店的水质 这些你从来都考量的吗 生产力不够 我就多开几个工厂 产品种类不够 我就多研发几个产品 而且我告诉你 我打算一次性开一百家店面 你省得把自己的产品去给别人家卖啊 省得你过去搞事 各位挺好 这可是二十亿的订单 这批货要是出去 回来最起码是这个水 陆总 我跟进你了 还得伸陆总呀 一出手就是大手笔 陆总 你不愧是当今的掌权人 你们一个个的啊 见风使舵 不像我 我一直支持陆总 好 我还是那句话 你把这二十亿的产品成本给我垫上 还有 这开设线下店铺的钱 还有开设工厂 以及产品研发的资金 你自己一个人搞定 能做到吧 帮忙 我存的钱 全都拿去给你买求婚戒指了 我 你说什么呢 爸爸 我的就是你的 这点钱呢 我根本就不在意的 陆总 我也可以出钱 我也可以 让我也负一杯胳膊 听到没有灵溪 老子有的是钱 构杖人士 好 是我说 喂 你一份话动过来了 林夕 你说说你 一个富到人家 又没权没势的 瞎知道什么呀 真的忍你很久了 我看 你还是好好巴结巴结 人家司徒公司 如果他哪天 把你给玩腻了的话 你再过来求我 我给你安排个保洁的工作 刷刷厕所什么的 也供你养活自己了 林总 这是很空 少废话了 签字 林夕 你什么意思呀 你可以放弃 何系美妆公司 但是要买下 何系的品牌名称 和产品的研发专利 没错 反正你不是要换新名字吗 而且你还要研发新产品 这点损失对你来说 应该不算什么 我无所谓呀 不过我很好奇呀 你这么轻易就放弃了 这可是你一手 创办起来的公司 现在你出了名字 什么都不要了 当然不会什么都不要 进来吧 把结果都告诉他们 林总 警官匿名调查 公司有百分之八十八的人 愿意离开何系 跟随您进入新的公司 你回去告诉他们 新公司的工资呢 他在原本的基础上上涨百分之三十 谢谢林总 林总为我 你要把人都挖走 哎呀 反正你都要嫁到境外 去当赘婿了 总不可能还留在北城吧 我当然要为我的老员工们考虑了 你带不带人走 我当然无所谓的 但是林峰的那十亿 你必须给我留下 你要是有本事的话 这十亿我自然拿不走 赶紧签字吧 好 从此之后 何惜 不 这家公司 和我再有关系 不错 你们现在可以离开了 林总 这个时候就别和陆总说对了吧 啊 是啊 你一定认输了吧 最近还跟查不见 你那批货怎么样了 啊 什么货了 对啊 天明 我上次不是订了一笔五千万的订单吗 怎么样 那得神功入境了呢 啊 那批单子怎么可能出问题 那就好 五千万啊 虽然是小数目 但是啊 你要是想让我家里人认可你 提拔你 那这个呀 就是一块枪门砖 你可不能搞砸了 那也是必须的 宝贝 等我有时间 我陪你去境外一趟 我要好好拜会一下伯父伯母 好啊 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的 那 那当时候咱们 不好了陆总 有两个海关的人过来了 什么情况啊 好像 好像是您上个月 出街南大批货物出现了问题 全部被扣押了 陆天宁 到底怎么回事 你刚刚才才跟我保住过的 宝宝 你先别急啊 我拒绝就来 陆天宁 我告诉你 要是这批货出了问题 我们之间就完蛋了 不好了陆总 伤费的人也过来了 公司所有的招牌 全部被收了 那批货里 我可是替陆天宁 借了一千万的 我看不完了 我跟陆天宁私奔崩胀的事 不会被查起来吧 林总 你可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呀 各位股东 要想人不知呢 除非寂寞的 你们曾经伤害过何希的 我林希 通通都会忘了 信 你做出这个装饰当晚的决定 真的很不容易 是我太天真 我以为何希在我的掌控之下 固若金汤 是陆天宁这个蛀虫的出现 才导致他出现了个体 没想到 何希其实早已击毙已久 这些股东和洞 是没有一个干净的 我现在真的很惶口 我不知道 我将来接手了林峰之后 该怎么办 当初我接手司徒家的时候 也不是很顺 但是事情总是要过去的 我们不能着眼于我们即将要面对的困难 而是应该一个一个的去解决眼前小小的问题 比如说现在 陆天明被海关和商会的人带走调查 我们正好发现我们带回来 妈妈 我终于找到你了 小娘 是妈妈不好 妈妈来玩了 你在福利宴过得怎么样 有好多小伙伴陪我玩 而且院长奶奶做的点心也非常地好吃 那你有没有好好谢谢奶奶 你原来是小妈的妈妈 院长 好久不见 没想到 小天 是这样一个人吗 是啊 院长 我想给咱们福利院捐一笔钱 让你们换个地方住 我们的福利院在这都三十多年了 真让走 还真有点舍不得 对不起院长 因为我的事影响到你和孩子们了 这怎么可能呢 你给我们福利院捐了那么多的钱 再说了 我帮你这点忙 我是很乐意的 这个福利院 每年都要修修补补的 确实房子也老了 跟你来的那个先生 是你的男朋友吧 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神 不不不 我们只是好朋友 司徒先生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司徒 让我找找 找着了 他是叫司徒成千吧 他五年前 给我们福利院 捐了很多钱 是我们福利院这十年呀 捐款最多的人呢 哎呦 他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呀 哎呦 这小伙子呀 做了好事 还不扬名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啊 我会好好珍惜的 李娜 亲爱的 我就知道 你不会不管我的 你放心啊 那一切都是误会 事情很快就可以 你想多了 那笔五千万的订单 已经逾期了 我来 是要过那笔货 不管的 李娜 你这什么意思 咱们不都快要结婚了吗 咱们两个是一体的 谁跟你一体呀 你的货被扣了 账被收了 就连公司的资产也被冻结了 你觉得 你还有什么可以翻身呢 不不不 李娜 你听我说啊 我还有办法 都是林欣那个贱人 给我使绊子 我要去找他算账 你还有什么可以威胁他 我俩的儿子还在我手里 他不会放弃他儿子的 你可真是个人渣呀 可惜了 你被关在里面的时候 我接到了你手机 打来的一个电话 说你的儿子 已经被人接走了 就连那个福利院 也要搬走了 不可能啊 他们是怎么找到小莫的 行了 把钱给我吧 我要回境外来 不不不 李娜 咱们不都快要结婚了吗 你还记得 那天我在你门口 守了一整夜 你醒了之后 你不是还说很感动 都已经原谅我了吗 还有 咱们两个人都快要结婚了 我给你买的戒指 你不是很喜欢吗 我这个人呀 喜欢的 是那种一起风发 好像随时可以把世界 塞在脚下里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简直像个乞丐 你对我 已经没有任何心意 啊 琳娜 你听我说 我还有一次机会 我手里还有一笔钱 欢迎 这还是米莱丽 在这份第一次 曾经的 是 我还有点紧张吗 正好 下个月 你正好要代替成为 林峰财团 新任总裁的 接下来会 正好 在这里试一下 还好 有你比这我 这位就是林氏的千金吧 试镜试镜 这林氏和司徒家两一手 在整个龙国范围内 哦 乃至整个境外 都没有谁 是你们的对手了 林总 不知您这次接替林峰之后 会有什么大动作 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样 你不是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输吗 心脏明白了吧 他接下来是龙国的霸主 林氏的千金 不仅如此 他还是林氏的 唯一继承人 所以啊 他根本就不在乎 那十个亿 人家不知道 有多少个事 可以随便发 你一走就知道了 不错 我一直以为 能让林氏千金 看上的男人 一定不是一般的人 谁知啊 灵溪看走了眼 我也一样 两个男孩 灵溪 你骗我 你骗我 咱们结婚这么多年 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 做你的身份 骗你什么 我抛弃我的身份 只和你在一起 是你自己不懂的真心 原来你一直在刷我 是你有眼无珠 陆天明 我还没找你算账 挪用公款 涉嫌植物侵占这些坚固堂 家暴 虐弹 还有涉嫌故意杀人 这些事足够你在牢里面过一辈子 那你就不怕我把你那些丑事都逃出去吗 丑事 我是明明白白的受害人 绝对为你这种加害者危险吗 还有 我明确告诉你 我马上就要继承林冬集 到时候 我就是龙国第一人 再也没有人能越过 可谁还敢对我说咱倒自 林心 林心 林心我错了 你原谅我 你原谅我 让我放了 你害得我在病房 你差点变成植物人的时候 我怎么没想着放过 允事 我 我当时被鬼灭心抢了 我 你帮我调生我 我比你 我 我比你是小莫的亲生父亲 是不是 小莫从此之后 和你再来八个 他也不会认识这个亲生父亲的 那你让我怎么办 我 林心 就算你是未来的龙国霸首 我也不会输手救亲的 我给你了 雷达 我知道你背景深厚 不必理解我 我求求你 给我此机会 让我翻身 你确定 你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好 那我就最后再给你一个机会 陆天明知够警觉的 你没说什么惊吓吧 没事 他现在就是一条丧家之犬 迟早而成了 林心 你终于成熟了 是长大了吧 很可笑吧 都是个五岁孩子的妈了 才稍稍成熟一点 林心 我知道说这些话为时尚早 但是 我恐怕过了今晚 就没有勇气 跟你说这句话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 瞒着我呀 我怎么感觉 你隐瞒了我很多 我隐藏在心底 那一刻爱慰你的心 今天宴会结束得太早 我都没来得及 照这五 你不得可 我愿意 你带我来的 这是什么地方 赌场啊 让你赚钱 你疯了 你现在身上 就剩下那一千万的本钱可以用 你觉得 你还有什么手段 可以去抗衡明示和司徒家呢 这不是在痴人说梦吗 那如果我要赌书了 我可什么都没了 那你走吧 去过你普通人的生活吧 这一千万 也足够一个普通人安安稳定度过一生 我还过什么普通人的生活 我现在被他们追杀呀 他们就算不杀我 也得把我送去监狱呀 啊 所以你根本没有选择 我玩了 你请见他 哎哎绫娜绫娜 我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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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赌油了 你能不能带我去境外 帮助我赌山再起啊 那就要看看 你是不是一个lucky boy了 哥 哥 叔啊 能不能还钱 哥 我是真没钱了 我钱都给你输光了 你能不能再宽限我点时间 给你三天时间 如果不还钱就把你抓起来卖 哎 哥 昨天 昨 昨天跟我一块那个丽娜小姐 她是境外大师族的千金啊 她可以帮我还 她很有钱的 你个傻子 她是我们场子的托儿 境外千金 你已经是第八十八个上当的傻子了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这样吧 给你三天时间 如果你还不上钱 等着去南洋做苦工吧 哟 这不是陆总吗 这什么情况呀 不会是被捉奸了吧 有可能 听说新找的这个未婚妻 也不是个好惹 真是活该 陆总 我们这工资到底什么手法 财务数账户冻结了 你也不解决一下 还敢威胁我 还什么想干了 不想干都给我滚 都滚 干就不干了 来 给我 给我 喂 陈仙 我想请你吃个饭 有时间吗 今天可能不行 有客户要接待 你在哪 公子 星月 星月 我知道你出院了 我 我才能过来看你的 你赶紧滚啊 你再不走的话 我就报警了 星月 你别这样 我好歹是你肚子里孩子的父亲 我的孩子没有你这种父亲 星月 以前的事都是我的错 我以后肯定好好洗心革面 我好好对你和孩子 像你这种人渣败类 你说的话我能相信吗 星月 你不知道 我被琳娜那个女人给骗了 他真的就不是什么情形 他就是个赌场的错 他把我的钱全都输光了 我本来我还留着一笔钱 我早上跟你下半辈子好好过日子的 那真是老天有眼啊 派他来惩罚你 你活该 你赶紧给我开门 要不然我就来这儿不走了 我赶紧怎么办 好 你等着 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 喂 是警察吗 我这儿有人骚扰我 姐 你给我等着 小夕啊 你懒得回来 陪爷爷吃顿饭 怎么今天不高兴啊 是不是嫌弃过这个老头子了 没有没有 我是为父才好 大小姐 这些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难道是厨房那边出问题 我这就去骂了 别别别 林叔 我是心情不好 小墨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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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墨妈妈真厉害 无愧是妈妈的好孩子 是不是 小墨 来 打菜爷爷这儿来 还是你有本事 你看你一来 你妈妈就高兴了 小墨妈 今天是心情不好吗 是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我有办法 让师徒叔叔来 师徒叔叔每次来 妈妈都很高兴 是吗 孩子跟我小墨妈 聪明能干 小墨 你说什么呢 我吃饱了 你看看你看看 你妈妈妈妈的人了啊 还跟小孩这样的发脾气 哈哈 肯定是和师徒是什么别扭啊 哦 那你说怎么办啊 我每次和我的小伙伴 那别扭都是 当我亲眼哥哥好就好了 哦 果然天下男人都是一求之和 没一个好东西 绝交 现在就打电话跟他绝交 可是我用什么理由跟他绝交呢 我们又没有确认关系 是他自己一情别恋了 我又能说什么 更何况 那个丽娜确实年轻漂亮 哎呀 灵溪 你怎么又开始资源灾了 要知道 你未来可是龙国的霸主 什么样的男人找不见呀 你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林姐 今天陆天明那个畜生来找我了 他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没有没有 我锁着门他进不来的 不过他今天跟我说什么 那个丽娜是骗子 什么丽娜是骗子 把他的钱都骗完了 什么 爸爸来看你了 你是谁 你是谁 别我吓着我们小郑家 小莫 你怎么不认识爸爸了 以前都是爸爸不好 你原谅爸爸好不好 快爸爸 欺负妈妈 吓唬我 小莫 他是你爸爸吗 我当然是了 小莫他都叫我了 您是新来的保姆阿姨吧 我跟他妈妈虽然离婚了 但是我这当爹的 过来看看儿子 那鬼天经地义吧 小莫 他真是你爸爸了 那你想跟爸爸说话吗 爸爸 你以后不许欺负我和妈妈了 好 小莫 我以后肯定做个好爸爸 小莫 爸爸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 那不行 我们冬家说了 孩子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那怎么一块去不就行了 宝木阿姨 你也体谅体谅 我这份做父亲的心吧 小莫 你最喜欢吃的是草莓冰淇淋吧 你看 爸爸现在都还记得 什么呀 什么呀 丽娜到底是什么人 和司徒成监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不相信 司徒成监会跟陆天明一样 被赌场托片的算段转 他到底瞒了我一些什么事 你干嘛呢 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 你都不接 司徒公子 这是在我们林峰财团的办公室 以这样贸然创建的 好 对不起 是我冒失 发生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给我态度变成这样 司徒成监 我真是看不透 你们司徒家在北城敌云身后 就算是我们林峰 也不敢贸然与你们翻脸 一直以来 你都不计成果 不计回报的帮助我照顾 我本来以为 你就是这么一个好人 可是 可是 你觉得我们司徒家狼子野兮 企图挑战你们家的龙国霸主地位是吗 我想不是没有这个 原来一直都是我痴心妄想 什么 小木师子墨 我问你自己 林总 刚刚收到了一个包裹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已经拆开了 是一个深烙色书包 好像指明是给您的 小木 小木的书包 刚有没有信息 龙天明 这个一魂不散的畜生 这么多天找不到他 竟然绑架自己的亲生儿子 林总 把事发戒指监控给我调出来 又去查 是 龙天明怎么说的 他要我给他五十亿 书会小 给龙天明那个性子 说不定给了他钱 他都不可能快快把他交出 承动全山庄长 知人机和夫人机 全天后巡回 去找小木的下落 一定要帮我帮他个真孙子 给我找回来 是 天苗 你说这次你前妻能把钱还给他 他可是临时的前妻 我是被对他来说算什么 他怎么可能不是 我这次啊 全靠那点钱了 我把希望都寄托给你了 我就靠那钱拿回来 帮着赌债 你还好意思提 你给我介绍多什么人 差点太吵了 我也没想到他是个骗子呀 你看看 穿得那么豪华 还开着好几千万的车 谁能想到他是个托儿啊 行了行了行了 女人没搞的东西 都是我 安拉 安拉 妈妈 小伙伴 临心 临心 监控已经锁定了帮助小莫的车辆 但是 那个车辆已经是用的假牌子 而且应该提前真思保罗路线 让了好几个没有监控的弯路 现在如果定位到他的位置 应该很困的 临心 临心 要不你先吃点东西吧 这样 才有经历找小莫 谢谢你啊 承倩 早上是我一时气温温说话了 等找到小莫 我们再好好聊聊 好 着想到最重要 承倩 我饿了 你帮我弄点吃 好 我现在就去 陆天明 把你的地址告诉我 我答应 一个人去消书机 好 小莫的安全 可就看你是否配合了 你们林总人呢 好 林总说他家里有事 回去他马上就回来 喂 李伯 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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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马上派一队保安去一个地方 我立刻把地址发给你 一会我们去那里会客 好好好 那大小姐他 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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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莫 跟爸爸在一块儿泡着 爸爸还能泡你 不是 小莫不想吃面包 小莫想吃好吃的 你像我都吃了三个冰心 林总 冰心 林总 林总 这样吃一口 冰心 让他抓起来吃饭 小莫 等人给你爸爸过来送钱 咱们一块儿去吃饭 还行喽 都撕破脸了 还吃什么吃 咱拿了钱就干净 爸爸要把小莫卖了 小莫 不是爸爸要卖 是你爸爸没见的 爸爸要拿回自己的东西而已 你爸爸还骗了我呢 爸爸骗了我 你还骗了我 不过是你妈那个见过生的 还跟你爹顶嘴 你爸也没吃了 你在这儿看着小莫 别让他出声 我去拿钱去 你快去快回啊 陆天明 小莫呢 你这个王八蛋 干绑下自己的亲生儿子 钱呢 钱带了吗 你有病吧 五十亿现金那么重 我自己哪听得过来呀 没钱还要见小莫 没门 等等 这有一百万现金 你先拿着 剩下我分批子打给你 一百万 你打发要饭的呢 是 那你想怎么样啊 现在天都这么黑了 银行都关门了 我上哪给你弄钱啊 你这一百万我先拿着 等你什么时候把钱凑齐了 我再带你见小莫 等等 我现在就要见小莫 还看着我 我告诉你 要不我把你也绑 把你也绑 我问司徒成千要一百亿 我看他到底肯不肯给 司徒公子 要不您还是回床等着吧 您收床了 我们可担待不去 没事 是 他们家零星请问我是不会放心 这个地方我们来管 请问我安排 不准不准 是 高总 您没有觉得这 好像还有别人似的 冷风一阵一阵的 还挺吓人的啊 坏叔叔咱叫鬼 小莫 你师父看到什么不该看的 我该问哪个东西 飘过去吗 在哪呢 在哪呢 就在那边的门里 你别吓我 我怎么是不是看不见 跳 哎 别 啊 啊 怎么是存证的救我了 你是不是看到我在画上印的章子了 这不是这个小爪子 盖的章子 好 是 不知道我只知道爸爸去起墙 一直没有回来 啊 啊 啊 说 如天明真去哪儿了 啊 啊 杨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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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只知道 他跟他前妻约了要取钱 啊 应该就在这附近 我都看到车灯了 我 这 见 我跟他凶器我来见 要不是我身手敏捷 早被你给捅死了吧 你搞什么 打架不容易被追踪的 你知不知道 你 你拿了钱没有 没拿 那个臭娘们说什么银行不开门 拿不了钱 那他人在哪呢 陪我给绑了 他还要拿到头 陪让我给躲过去了 小木好像生病了 他昆心发烫了 你怎么搞的 怎么让我儿子生病了 还不是你下午给他吃那么多冰淇淋 感冒了呗 再加我 你 行了 你把他带过来 我看看他 你去附近跟他买点药 好好好 我过来 我过来 就在东边那种房子 陪西 你别怪我狠心 明天一大转 一行开门 你就领我去取钱 到时候我就弄你小默去医院 放心 小打冒而已 没事的 嗯 我告诉你啊 我给你取下来 但你别给我乱乱叫 这儿虽然偏僻 但保不起有路过的人 听见 洛杰毕童 你这样做 让小默以后怎么干 灵溪 我告诉你 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亲爸亲妈 别靠我 我不就是个不玩吗 他跟你有养父母 你别说了 他们领养我又不排意 不还是欺养了吗 想做和欺养小默有什么区别 你和你的亲生父母和你的养父母又有什么区别 你手指走 你一个含着金钥匙 乎这么轻轻大小姐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 可我也是不玩 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但我知道你也是不玩的时候 我以为我跟你抱团区哪互相理解的 可是你们 你行了吧 告诉你是不玩要怎么样 咱本来就不是一路人 就算你是不玩 你还能担心整天吃不饱穿不暖吗 啊 跟你说我多费口事 看起来 就这部分 什么 哈哈哈哈 把他给我困去了 喊点车跟着 直接一向警察局 你干什么一个人忘协 啊 你要是出什么事啊 小莫怎么办 爷爷怎么办 林志 林志 我要跟这个丫头气死了 我原来女而已 他在外面闯大 吃那么多苦 碰了个钉子 应该成熟一点了 没想到孩子吧 没头没脑啊 要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要我白发人充黑发人吗 老太爷 您别动气 医生刚刚说了 大小姐就是太累了 睡一觉就好了 别等大小姐醒来了 你自己个就倒下了 是啊 老爷子 您保证好你的体力 等他醒了之后 再教训他也不迟 多亏你了 我们林氏 网住了龙国的霸主啊 连自己的机器人 都接二连三地丢了 要传出去 他真是天大的笑话呀 老爷子 您别再为这些琐事担心了 北城乃至龙国之内 谁敢笑话林氏 林氏的威名 谁听了不得抖三抖 林氏还年轻 林氏还得多靠您 多看顾两年 等他培养成才了 您再卸下归田就是了 是啊是啊 老太爷 我扶您先回去休息休息 这边有司徒少爷在的 啊 好吧 真谦了 那就再麻烦你一会儿了 等他醒了 我再过来啊 好 爷爷他们走了 原来你早就醒了 我这不是还把爷爷骂我了 以后不准让家人这么担心呢 我其实早就不悔了 我当时就想着我跟陆天明拼了 反正我也是死过一次的 你不许那么说 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来 怎么 你还要挑战这阳王爷底线 陈谦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会开玩笑的人 要是你以前也这么好说话 我当时也不不 我为什么 我可不告诉你 对了 那个丽娜是怎么回事啊 她不是个骗子吗 你怎么会认识她 你这样性生论罪的样子 真可爱 你少逼重就轻 我猜丽娜肯定是你早安排好的演戏 就是为了引路天明侮辱歧途 这都被你发现了 丽娜其实是我在境外认识的人 她的确是阿道夫家族 但是阿道夫家族并不是什么贵族 而是诈骗犯 架好骗到我头上的时候 我就将计就计 把他们收编到了北城 让她给我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那你为什么瞒着 瞒着我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不是 我这不是派夏表文首 去针对那个陆天明吗 毕竟他是小孟的父亲 那你也应该先告诉我 让我来做决定啊 你这样是不是有点怨促带袍了呀 我也是为了我自己 不然我怎么可能那么狠呢 什么意思 你们两个还有孙然怨 等以后再说吧 你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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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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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ography 妈妈 你又来 子女儿 妈妈 说求你了 还瞒着我有秘密 不行快说 我都跟你说了吗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 你就别逼问他了 爸不是逼问我 既然灵溪已经醒了 那我就跟爷爷说说 别人不放心 好吧 小木 小木 你把你和司徒叔叔的秘密 告诉妈妈 妈妈以后每天晚上 给你讲三个睡前小故事 哄你睡觉 好吧 我问你个问题 你要是能答出来 我就跟你说 我和他是家秘密 你一个小混蛋 你现在学会讨价还价了 啊 问吧 司徒叔叔以后 是不是我的新爸爸 这是 这是谁让你问的问题 他爷爷啊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 他爷爷问我 想不想司徒叔叔 变成我的新爸爸 爷爷 你又来了 拜会 拜会 大小姐 你怎么这么快就下去了 你刚醒了 怎么不好好休息呢 爷爷 司徒中间呢 我有很急很重要的事情 要问他 你都知道了 他接这个电话 他就走了 接电话 发生什么事了 哎 小夕啊 本来不是让你担心 你最近和小莫啊 一定要小心谨慎 不要离开明宫三庄 什么意思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大小姐 洛天明 月月 月月 他都那样了 还有能力越狱 是一伙人了 帮了他 据现场的情况分析啊 可能是意外的人 境外 阿道夫吗 他们不是已经被司徒家收编了吗 不是他们 陈谦已经去了解情况去了 他比 境外的情况啊 更清楚一些 你就在 明星三庄 好好养病 真是祸害一千年 这个洛天明 真是怎么都能死 如果听听下你说的 那可就麻烦到了 是啊 也只有他们敢信任自己 还把锅扣到我路头上 真是冤死了 阿公司 林东才分的林总来了 要快点钱再进来 以后这种事情不用通报 大公司 我要再回答 不用 他已经知道你的事了 林总好 林娜 我顿时重新认识你了 你之前可是把我骗惨了 呃 林总 你和大公司先谈 我还有任务先出去了 下次一定向你好好赔罪 林总 你不说要一直待在凌晨山庄吗 你这么贸人好之就很危险呢 你不知道天明郁郁的事 你放心吧 我爷爷派了一百多号安保人员 全封面无死角的盯着我呢 而且我家的直升机 就在你们公司楼上停机拼平着呢 我今天来是想问一件做天明的事 你说他哪来那么大的能量 能让境外的人跑来北城接约啊 这个事情说来话 这一切都要从无非明的身世上起 原来 看来 我们得好好谋划一番 总不能一直这样躲着他吧 显得我好像很怕他一样 不错 这才这里有临时继承人的气势 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 我也察觉出了一些欺笑 等我把一切都查明清楚 我一定给他来一个隐身的吹动 再来一个致命的鸡 保证他已经翻身之日 好 不过今天呢 我来找你 是个 解释一下吧 这是从哪来的 可行 你怎么出卖我 你还敢怪上我儿子啊 怎么可能啊 自从我把这个玉佩给到他之后 我已经做好被你发现的准备了 继续 那个事情还得从五年前说起 那个时候不是因为某些人退婚 被我打击太大了 我出境做生意去的吧 你少提这些陈氏骂烂谷的事情啊 说中你 那个时候我从今晚回来 你爷爷告诉我 你自己一个人 在北城白州起家 做出了自己的一番事 达到了你说的证明自己的目标 我就想着 应该是时候去见你一面 你可以尝试地去见我 如果是那个时候的话 说不定真的会 那个时候 你正好在福利院做慈善会 原本想给你个惊喜 结果没想到 发生了火灾 你给我吓得要命 还好吧你及时带来特派 但是你 其实能力过多 晕倒 那我醒来的时候 怎么没看到你啊 对不起啊 灵溪 我本来想把你直接送到医院去 结果 我当时在那里 听到了孩子们哭喊乱叫 我实在做不到做事故事 于是我就会活在现场去救他们 待我把他们都救出来之后 我最早也找不到你 我找别人打听才知道 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 这个运备 是我在救你的时候捡到的 我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给你 诶 诶 哭了 诶欣 草张你反应这么大我就不告诉你 你还敢不告诉我 都怪你 都怪你 都怪你不早说 你要是早说的话 我也就不会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 是明天明那个家伙冒流了救你的事 我也很生气 你怎么连救你的人都记不得 我不管 我 我要找我 罚你 罚你 再也不就离开我 好好好 明天 我向你保证 你以后再也不会 落到危险 我永远会在这 情绪无常奋覆着 今天可是林氏千金继承林氏集团的晚宴 咱们北城好久没这么热闹了 我听说司徒公子要来 他们不会是要联姻吧 司徒公子都三十好几的人了 他将让他单到现在 不会就是为了联姻吧 那也情有可原 除了林家大小姐 谁都配得上司徒公子呀 确实啊 如果是林家大小姐的话 我输给他 到底心服口服了 你笑死我了 如果要是没有林家大小姐 你在司徒公子面前 能排得上号吗 司徒公子 司徒公子 好久不见 你还记得我吗 司徒公子 家父一直都想与您合作 什么时候要上您家坐坐呀 司徒公子 你是不是和林家大小姐要定亲 各位师妹 实在是不好意思 因为本人有些急事要做 所以说不能与各位一一寒暄了 等我改日 亲自与您的父亲道歉 我先走一会儿了 我就知道 司徒公子直接就奔着林家小姐去了 看来传言不假 咱们就别费力气了 自饮自乐吧 那女的谁啊 怎么还带着孩子过来 不认识 这几年参加宴会 没见过这号人 看她衣服的料子还不错 但是今年几个大牌的高定款 没有这款呀 那就不是什么大牌呗 这几年小众设计师款也挺古人的 没用 到底不是什么大牌 没什么汗金料 估计是谁带来蹭合照的网红吧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真在网上见过她 好像是个什么主播吧 小木 妈妈带你出去好不好 你去找司徒叔叔吗 司徒叔叔 哪个司徒叔叔 不会是司徒公子的那个司徒叔叔 不可能 司徒公子怎么会和这种来路不明的网红主播认识 这小孩怎么教育的 在这种场合乱讲的吗 我没有乱讲话 司徒叔叔是我的好朋友 以后还要做我的爸爸 小朋友 胡说八道 是要挨打的 听到你 谁敢拿我儿子 哎 我没记错的话 也是之前那个网上卖货的什么主播吧 就是好像把什么小三渣男 搞到一个直播间里边 演了一出什么大戏 那天好像上一个搜了 原来是他呀 真会炒作 为了直播什么剧本都写得出来 怎么 现在换炒作方向了 来我们这种上流晚宴蹭来了 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把它给带起来的 是我举办的晚宴 你来就来了 不知道这个晚宴是为什么举办的呢 告诉你 这个晚宴是林氏集团为林氏千金掌管民事而举办的 不是你这种网红随随便便就能来蹭商务晚会 还好运势把自己小孩也带进来 你要是再不走的话 我就叫把他帮你给赶出去 简直是拉抵我们晚宴的导刺 我看是谁要网红主播 司徒公子 这儿不知道哪儿来的网红主播 在网会上大放厥诀 是啊 你可能不知道 他可出名了在网上 拿自己的私事炒货 博人眼瞧卖货 简直撞死 啊对 还有这个小孩 说你要当他爸爸 真是笑死人 肖默 准备什么时候叫爸爸 妈妈说你还没结婚不能乱叫 哎 肖默 你背着你妈妈多多跟我说 你少叫做我儿子了 赶紧把你这些 不知好歹的妹妹们处理一下 是司徒公子 他真是你未婚妻啊 这小孩真是你儿子 传言明明说 你要和凌氏亲亲联姻 你难道他 给各位代诚的来听介绍一下 这位是龙国霸主 凌氏集团的继承人 也是凌风财团新任的主裁 也是我司徒乘建计 凌氏小姐 这是我们两人的儿子 林小默 小默 给大家展示招容 大家好 对啊 虽然在座几位和我们的世家 都有很多合作的关系 但是今天在这个宴会上 你冲撞了我的未婚妻害怕儿子 这个晚宴不欢迎你来 谢谢你 这个 林小姐 啊不林总 对不起 刚刚是我有眼无珠冲撞的你 您消消气 是我 是我错了 求您 放过我们 是我们说错话了 对 我们马上就走 千万不要连累我们的家族 你倒是提醒我了 虽然不知道 你们分别来自哪个家族 但是我也不在乎 不过 林峰财团 在未来三年之内 不会和你们旗下任何的企业 有任何商务上的来往 你看 明西出事儿啊 这越来越有模有样的啊 来请问这师妹身体是不是有些不舒服 需不需要我请保安把您带走 不要 你不要 你这就 我们出去 那些小插曲打扰了诸位的雅信 是我招待不周了 那有那有 我为林氏感到高兴 能有向您这样有气活的企业人 林氏未来会更上一项目了 就是就是 这司徒家和林氏做结合 那简直天做结合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婚事 是谁说这种婚事好啊 好久不见啊 我亲爱的前妻 前妻 林氏的前妻结果婚了 你说这个前夫是过来抢亲的 还是过来砸场子的 这个孩子 该会是 陆天明 你终于肯现身了 我的前妻 我孩子的母亲 你要和别人再婚了 那我不得过来祝贺你了 自便 送出一份大的 这 这是静外的家 这小子 静外来 看起来 资金实力挺雄厚的 也不知道 和孙福家比起来如何 灵溪 你想不到吧 我陆天明也有发达的意见 而且还不适合任何一个女人得来的 我告诉你 今天我来也不会别的 小莫 是我儿子 你跟谁结婚我不 我要把我儿子带去 小莫 跟爸爸 好不好 爸爸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 想吃什么 想玩什么 想穿什么 我硬有尽有 小莫 小莫 之前是爸爸错了 爸爸可以赶的 你还不知道吗 爸爸其实是静外大师徒的继承人 一点也不被你妈妈查 你妈妈可以给你呢 我这样可以给你 你 你还没去过静外吧 爸爸带你去 别白费力气 小莫怎么会这么做 灵溪 你在龙国内 如何被高权权我不管 但是你的手伸不到境外去 在境外 那是我的地盘 哦 你是什么来路啊 林小姐 林小姐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境外路易斯家族理事会的理事长 而 这位是 他是我们路易斯家族遗事在外 多年的继承人 现在终于飞坐 本来我们想早日把继承人迎回国外 但是我们继承人说 他有一个儿子在龙国霸主临时的身体 我们路易斯家族本不与临时作对 但是我们家族的血脉不容易失 不容易失 很请各位 血 血 哈哈哈哈 听见了吧 林小姐 我可是罗斯材尔德家族的继承人啊 嘿嘿 继承人连家族名都知道 但是 这个家族我还正与你预约的听过 很神秘 看来 这两大家族 今天要神仙大家了 你确定你是路易斯家族的继承人 林小姐 你什么意思 就允许你是氏族大将的继承人 不允许我是凌亡在外的民门鬼子啊 陆天明 任何人都可能是 但回头你 永远不可能 林小姐 你别太过分了 你是要蓄意挑起两大家族的争斗吗 林大小姐 您若是再三阻拦 我们路易斯家族 不妨和你们凌世 拜拜熟儿 既然如此 抱歉 那只有让你们路易斯家族 试以为原谅 院长 老板你在外头久等了 现在 就请为大家解释真相吧 陆先生 你在找什么呀 这演会场的所有窗户 都是从外面封进来的 你这次不可能再跳窗口 这阵事啊 说起来都怪我的叔叔 二十年前 除了院 来了一对夫妻 想领养一个健康聪明的男孩 当时啊 就选定了天明和另外一个孩子 可是 就在检查报告出来之前 天明偷听到医生说 他得了一种罕见病的遗传风险 就在大家不注意的情况下 偷偷换了报告单 他成了被抱养走的幸运儿 可是他偷换了别人的人生 却不珍惜 在养父母家 偷了钱 被抓了个献刑 被送回了福利院 有一天他回福利院找我 结果遇到了火灾 他就把病人送回了医院 我想 他改过自新 没想到呀 他是冒拢了别人的功劳 不可能呀 他在警署遗留了天安样呗 我检测过呀 他就是我们路易斯的人啊 所以你们家族是得过夫 原检测报告的人都拿不出来 这 当时跟他在警署 关押的还有一个 那是男人相处的男人 你不是说那是你的同学吗 难道那个男的是 假的 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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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警署 迎接我们真正的知情人 来人 这个混蛋给我抓起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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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